蔡上華 蔡上華 右邊三樓 哇 星光上女神級的嘉賓降臨了 沒錯 她就是今天超美超漂亮的蔡上華 今年以全明星攻略及全明星運動會 雙料入圍了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 全明星攻略是個綜藝性的意識節目 替來賓量身打造了九宮格的題庫喔 節目內容非常豐富 而且有知識又有娛樂性 寓教娛樂的同時又入圍了意志及實境節目獎 尤其在主持方面跟誠歌的搭配得宜 營造出輕鬆又略帶懸疑的娛樂氛圍 獲得評審肯定喔 來來來 我來幫觀眾摸福利 哇 先不訪了 天啊 不敢直視啊 真的是 先轉一圈了吧 上華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真的 誠意剩給大家 很有誠意 很有誠意 真的好辣喔 因為一個月前其實上華就放話說 要再瘦三公斤再走紅毯 今天該瘦的地方瘦了不該瘦的地方 完全成功啊 應該有感覺到瘦身沒有沉 蛤 沒有沉嗎 沒有啊 有啦 有啦 這個視覺有點太美了 有有有 我聽到凡凡你 立的flag是說你要瘦十公斤對不對 有成功了六七公斤 很厲害很厲害 還是離目標遠一點 但是因為上華真的太辣了 我沒辦法看著他訪問 不過呢這個上華主持功力的 備受肯定 入圍了這個抑制還有運動的類型的節目 那接下來還有沒有想要挑戰 什麼類型的節目 如果有的話 你還想跟誰一起搭檔 我其實自己還很想主持 比如說外景啊 或是美食類型的節目 因為呢這樣子我就可以放縱的去吃 因為之前大家就說要瘦要瘦 可是如果你主持外景跟美食 或料理類型的 就是沒辦法 名正言順對不對 對 真的得吃 不是我愛吃 我是為了工作 然後我自己很想要搭檔的主持人的話 是誰 就是其實因為我去年有跟豪平 他是我老同學一起帶我們 你們真的好有默契喔 搭檔過然後跟視網膜 我們有創了一個金鐘的小群組這樣 希望有機會 我們三個人可以在一起合體聯手 但我私心是非常期待上華可以一個人 獨挑大梁看看 因為他其實有另外一面 活潑的一面之前都是非常知性的嘛 是 對 那想要偷偷問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去年是五十六屆的紅毯主持人 對 那今年是入圍比較緊張 還是去年比較緊張 當然是去年比較緊張啊 其實我去年緊張到我想現在現場的 應該所有的製作團隊都知道 就是我那個時候整個大耳鳴 然後就是都聽不太到聲音 結果呢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反凡多認真 他昨天三更半夜的時候加了我IG 我睡不著耶 對 然後呢我就敲了反凡 我說反凡加油趕快休息 他到凌晨不知道四點還五點 還回了我私訊 他四點鐘就起床了 你知道嗎 四點鐘的驚醒 因為我太害怕今天會遲到了 結果沒想到十二小時後才開始 沒有 所以我們要謝謝上華 幫我們證實了 這個紅毯主持人真的有夠緊張的好不好 真的太偉大了 而且他說他是耳鳴 但是他完全沒有卡對也沒有卡詞耶 真的已經太優秀了 好 那再次謝謝上華 希望今晚能夠得獎好不好 來 裡面請 所以對今天的服裝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備 就是其實這一次呢 很感謝林毅老師特別幫我訂了一個從西班牙的高訂 然後所以就是為了這個服裝 所以其實適且也是很努力的想要秀身啦 但是成果不張不張 然後但是在就是整個的打扮也是想說 能夠換一下造型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PTT的忠實愛用者 然後就是鄉民朋友們就會說 欸 上華是不是每次在什麼節目都一定會有一個招牌的妹妹頭 所以我今天就應大家要求露出我的額頭 露一個以前從來沒有露過的地方給大家看